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聚言堂 仍然我也是吳語蕭公子 今次的時間內請來兩位年青人 來跟大家分享 大家包容一下我 我聲言都很性感 因為這樣我未好起來 仍然有些咳嗽的情況 所以做的時間內 大家要包容一下 好 隔離這一位 就是奧奧 就是歪茶畫師 很厲害的畫畫 隔離這一位就是Adam 他就是奧奧的CEO 稍後說一下他的用途 稍後事件內 Adam就會開聲說話 我首先問一下 是奧奧先的 我知道他是在香港DI畢業的 很多時候人們覺得 你要畫畫得這麼漂亮 或者做這一行的 當然是你的背景很漂亮 又不知道哪裏讀過書 外國讀過設計 是私人理的 其實不是的 我們本地 香港DI已經很棒了 已經可以出到奧奧這些朋友 但是在過程之中 你畢業後是做了其他事情 然後才找到自己的興趣 我相信對很多朋友 如果有才能的 都有一手好的畫畫 其實很難在自己打工 跳出來完全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想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成長 又讀完書 出去工作 然後就去到你決定做自己的品牌 這個歷程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知道自己喜歡創作 可能考完回考 就報了這個 香港DI的Graphic Design 然後讀了三年之後 就開始了在平面公司工作 都做了幾年才去辭職 去做這個插畫 一開始的時候 只不過是靜靜地跳出來去畫畫 都沒有想著可以做到一個品牌 或者以策畫為生 只不過一直畫的時候 就開始有些朋友 你的畫很漂亮 不如你畫策畫 然後我就開始想 可能真的可以 試一下試一下 來到今天 因為你的朋友可以 但他不是給你錢 令你能夠生存 而且你始終由打工的朋友 轉為一個 真是全職 純粹創作 你知道香港這個環境裏 生存是有些挑戰 作為一個 當然是無論是創業 或者是自己 有一門手的朋友 可不可以說一下當中 有什麼原因 令你跳出這個空間 出來 真是運動自己的品牌 有沒有遇到什麼挫折 或者可能有什麼 可以跟我們分享 可能我一開始 都做了幾年的事 所以平時都有儲一下錢 所以一開始跳出來的時候 安全感都有 因為 即是吃自己人的錢 對 可以吃自己 省點花費 給自己時間沉澱 看看自己想怎樣 那段時間其實比較重要 因為你從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一到中學的時候 你很多時候要放下自己的方向 你會去 緊張你讀書考試成績 多過你自己真的想怎樣 所以在那段 真的創造所有事情的時候 你才個人沉澱 找回自己想做的事 對於我來說 這個是比較適合的方向 因為始終我報了香港DI的時候 都是自己想做的事 只是工作的時候發現原來 發揮不到我真的喜歡做的事 因為你始終都要聽 上司喜歡的風格 聽客戶喜歡的風格 然後發現原來 創作自己的東西 令到別人喜歡我的東西 先來找我 這樣大家做事的合作關係 會更加好 我體會到這件事的時候 就放手去試一試 插畫這一行 我經常覺得青春有道好的 青春可以嘗試 還有青春有少許覺得 我用了幾年 我試一試 試一試 難道我回頭也更好 所以有這樣的概念 其實也是挺不錯的 當然 你起初真的很乖 有些積蓄 所以生活上不用太擔心 還有我想問 會不會你家人都不需要你去照顧 即是不用給很多家用 其實 工作的時候就有 然後一下跳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的確是有一段時間 會停給家用 因為家人也有工作 所以那時候 家人也不會給我經濟壓力 藉著我這個時候 更加需要去努力去試 希望真的可以做得到 穩定下來的時候 再更加感謝家人 可以繼續給家用 你跳出來的時候 Adam是否也陪著你身邊 也是 也要有好好的支持 基本上這就是你的過程 我身邊的人是支持 但是 是否在繁風信上 想像中那麼好 還是原來現實世界 是否不是你想像中 那時候 一開始當然 收入 可以說出來 可能那一月 三千元兩千元 即是不夠 乘車都可以 是收入 不是盈利 是 純粹是收的 是 還沒計算我們的成本 是 所以 可能很多人都過不了這一關 但是如果你過了 你就知道自己真的喜歡那件事 想繼續做下去 慢慢從今年開始 就穩定一些 也找到一些合作的地方 可以多給一些工作 其實挺成功的 就是你起碼找到一些不同的商業機構 等等可以合作 那這個是一般的藝人 如果你穩定 想長遠來說 是要的東西 那當然我 時再不太快 我就回到你剛開始的時間 因為很多年輕人創業 是最難搞的 最初 還有朋友 一定會潑你冷水 還有只有兩三千元 這個情況維持了多久 你才有進步 或者其實你做了某些事 所以令到你已經是多過兩三千元 首先要擺市集 其實我記得第一次擺市集的時候 覺得擺完檔檔檔已經成功了 因為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選場地 選場地又不懂 選了一個不適合自己 客戶的地方去擺市集 那裡主要都是崩崩 所以 我記得那時候有個外國人 看到我的帖卡很喜歡 然後就賣了 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那時候就不會以 看自己多少收入為主 是覺得喜歡的就有熱情 有動力做的就先做了 很多時年青人創業一定有熱情 還有一定是要很喜歡自己的東西 你看看計算錢 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出不到正事 甚至做不到這個品牌的特性 這個是要堅守的 雖然買了幾張 應該都有幾十元收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就是太理想化 你沒有衡量成本 你還沒有人工 車錢都虧了 這些學費是要交的 當然之後的時間當然會做得好 還有我為什麼說 也會把Adam在這裡 他是你的CEO 很多時候做得創作的人 當然是很理想主義 哎呀真的這些東西很棒 但現實上 每次都是錢 你擺檔也好 你可能擺什麼位置 你掛著自己畫 可能又要處理客人 那Adam可不可以說一下 例如你支援一個藝術家 當然他畫畫很厲害 有什麼其實是你發現 原來真的很支援到你 例如現在的生意都可以 至少事集見到也不錯 你有沒有特別是做了貨 或者我先說一下 我怎樣幫他和我的背景 因為其實我本身正式 之前是做一個售貨士 是一個售貨士的主任仔 所以經過有幾年的時間 我會比較看收入 或者支出成本 那些會比較有經驗 再加上其實 為什麼我怎樣輔助他呢 其實我本身讀書的時候 都是讀Ivy的 但那時候我也是讀設計的 所以我在那個位置 我是介乎藝術家 要在商業角度中間 拿一個平衡 然後就給予意見 奧奧去維繫 剛才你的問題是怎樣幫他手 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最一開始 其實就是不停地想 怎樣可以令到 最簡單就是他畫完東西了 怎樣可以賣給 或者是變成一間真正的東西 是有收入的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件製作的應該就是 帖卡 這個就是我們一開始的商品 就是奧奧畫了一些他喜歡的作品 或者一些插畫 然後我們就把它變成一張帖卡 然後就拿去市集賣 就是那時候的幾十元 所以之後就慢慢慢慢去試 然後奧奧的作品越來越多 然後中間他畫不同的東西 我會給他意見 因為其實好像剛才說 可能我本身會有一些很喜歡畫的東西 或者他一些想法 其實就是 然後我會說可能現在市場上 其實香港人或者可能我們 有時候一些客人 現在就不只是在香港 可能一些現在的人 究竟喜歡什麼風格呢 但是我們一開始走的路線 我們那時候都有聊過 其實就是說 我就是想畫自己比較喜歡的東西 就是剛才奧奧都已經說過 就是寧願就是我畫到 某樣東西的一個風格 然後就是喜歡的人 過來欣賞他的話 你就買了 因為我們現在都在說 就是我們想嘗試用我們喜歡做的東西 然後看看有沒有人喜歡 然後又可以維持到 然後我們就是 一開始的時候 就不停地試畫 然後就慢慢在不同的市集那裡 就開始就起步了 嗯 我也看到前面 擺了很多的Postcard 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也都落過你的市集 去光顧過 以及感受過那樣東西 因為真的 就是對於一個設計師來講 我要畫一些東西 我要自己做 自己喜歡自己 一定是有一些的要求 以及一些底線是不可以過的 但是呢 就是銷售市場 銷售市場 有些東西不行的 有些要處理的 我知道你們兩個 都有些的 磨合啦 講數啦 還有為了這個市場 真的需要 你都要命聽的 公司可能完全不賺錢的 那中間又做了些什麼 去 你又肯聽他說 或者你又說服到他 做一些 因為全部東西都是奧奧的 所有東西都由他 那有沒有過程裡 特別試過那些 講數啊 基本上 你可以先說 都有 有時候 因為他說的意見 我會覺得太 太商業化 我不想事情變得太商業化 要需要時間去消化 他說的話 或者是一些時機 我覺得 對了 我覺得 可以接受他 也好 就慢慢去試一下 因為 因為都是兩年期間 我都給了機會 自己多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他的意見 我也會接受 那 不過有時候 需要一個時間 希望 作為一個 那麼新的 策劃界的人 希望打好基礎 才知道 拋自己出去 這是很正常的 設計人的概念 和看法 另外一邊的代表 其實 一開始的時候 反而少 我們那些 討論 一開始 那些 我們要談的位置 比較少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 什麼都沒有 我們什麼都是試 沒所謂的 想到就試 一邊試 一邊試 開始有少許成績 那你又會想做好些 或者再試多些新的東西 但是 可能我們 或者 怎麼說呢 如果給一些想試的人來說 原來真的不能太心急 是的 或者其實你不需要太心急 就是如果那些事情 你是想做 而看情況 原來已經有機會做到 其實你只要不停 繼續用心做到 去同一樣東西 人家是會感受到 欣賞到的 類似一個例子 我們有很多 一開始的 那個Postcard 我們可能 本身是 有機會找回照片 或者可能找回我們Facebook 但是要拉到很後 因為 都已經年紀了 我們一開始的桌子 可能真的大 這個位置 多少少 然後不停 加上去 加上去 你說如果我們有什麼 就是可能 有些什麼 會爭吊 可能是 我想這樣做 他又 我又不想這樣做 或者可能有些新產品 我就覺得 做完 賺不到錢 算過一條數 以前 如何計算成本 你一個小時 我給你劃足多少天 原來你的收入只有這麼多 那做不做好呢 其實我們那時候 考慮了很多事情 可能有一些工作 做完 現在應該有其他策劃師 應該都會感覺到 可能做完 收入一般 但是不可以出你的名字 即是幫別人搶手 是的 這些都是我們一開始的 比較討論得多 究竟做不做好呢 因為我們的目標 在市場上很普遍 其實我問過一些插畫的朋友 經驗多些 他說很多是這一類 就是收入穩定 但就不能做到完全自己的事 只要你商業途徑 或者做一些商業插畫的工作 其實很多都是 可能你畫完 就不以《cost over》的形式 可能當作聘請你幫我畫畫 但你不要告訴別人是你畫的 不可以說回我們 那就做不到你的合作 沒錯 很多時候就會 你花很多心機去畫一些作品 但是不能出到你的名字 但這就是職業插畫師經常要有的事 因為他需要找職業 他需要有收入 這是沒有辦法的方法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討論過很多錢 究竟還做不做呢 即是你有做過的 即是繼續繼續再做 因為那些努力浪費了 一開始我們剛才都說了很多 就是我們想做我們想的東西 還有我們想令到我們這個奧奧插畫 多些人息 錢呢 我們有些積極 不是說最大的問題 在不在金錢的情況之下 雖然我經常都是想那個成本 但是就是說 他又真的給不到宣傳效果 或者是我們做完那件事 真的沒有人知道 所以就會談了很多 這個是一開始的時候比較多的 即是要討論的事情 等等之後一定有決定的 你們決定就不再畫那類型的畫 就要用自己的品牌 即是用自己的名字出來 儲存資料 但是那個捱的部分 用了多久的時間呢 因為很實在的 因為沒有人認識你 你也不會有相約的背景 那你真的完全靠那幾十張卡 幾十多元 那段時間有多久 以及你怎樣度過那段時間 那時候有沒有一年了 那麼久? 差不多一年了 其實因為我們的成本 不是說非常之高 我們負的代價也不是很多 所以 你說是否叫好 即是現在是否上岸呢 穩定呢 其實都還未是 只是慢慢 即是看到有些成績回來了 所以那段時間 不需要說是怎樣度過 即是只要你覺得那件事是對的 你見到有效果是正確的 那你就可以繼續走下去 我想有一點基本條件 一定要的 你不需要生活成本太高 另外就是你家 不需要你很多責任 沒錯 我想這個是兩個很嚴重地大的問題 對 家庭的支持真是很高 對 你看看一整年 如果有些家人 可能說 你整年都是這樣 不可以交用 都不只 可能你自己的生活 都是普通的 很多時候的父母都希望 你找一份好工 或者怎樣 中間會不會有 家人不用你給 但是有沒有經常說 女兒 不要一份工作 有沒有這樣做去挫敗你 其實一開始我是有的 很多人 就是 媽媽會問 什麼時候要找工作 然後 我又 即是昨天她都跟我說 她問我 你記不記得你那時候 我問你為什麼不找工作 你怎麼回答我 我不記得 她說 你回答我 想看看 不幫人打工 你做到什麼 嗯 然後我覺得 是呀 原來我這樣說 挺帥的 我相信 我一種東西 都是一種投資 如果家人明白 或者他都會理解到 我想找到我自己 那條路 他都會支持 嗯 嗯 是的 你怎麼呢 自己的東西怎麼呢 這是很重要的過程 是令到他們有很大的成長 開始對自己負責 因為你不是奸一條路給他 即是你打工 你都會閉上雙眼 打工就算了 但他要自己做自己的事 其實這個可以正正長大的部分 如果你的小孩有這樣的挑戰 如果你的小孩有些人 試一下吧 應該一兩年的時間 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 不是很長的 都可以的 不過首先 生計和這個錢都可以 你有這個想法 當然 那時候的另外一半 即現在也是 有沒有 即是陪你一起 還是可能會做一些事情 都是來找工作 有沒有做這些事情 他一開始也有擔心的 因為剛才Namanda也說 在香港藝術 就真是很 我不可以說找不到 很大挑戰而已 很OK的 很大挑戰 因為都說了 我們的貨物 或者可能我們的畫 在這裡說也不要緊 就算連我自己做 即是我們現在在搞一個插畫 我自己覺得 在香港人的心目中 就是我為何會用錢 去買你買一幅畫呢 其實這些東西 可能是上網 或者什麼都會有 或者是 為何會值這樣的價錢 因為 我可以說回 我剛剛想起 因為一開始那時候 定價是一個很有趣的 東西要討論的 就是畫完一幅畫 究竟它是以什麼的價錢去購買給別人 如果是寫卡那些 都大概有一個公價 十幾二元 但如果是一張圓畫的話 究竟是值多少錢呢 在香港 或者是一個在市場上面 或者這個 討論了很久 其實 這裏不講實際數字 但真的 令到我們討論了很久 最後我們暫時 好像沒有原話 放上去 賣 至少不想 不捨得 即使我想賣 我自己覺得不捨得 如果用這樣的價錢去賣出去 偏便 因為其實 你不講價錢 算了 那個範圍都講了 我正想問你這個問題 可能很多人 未必是這個範疇 平時行街買的是大量印製 他們就不會知道 插畫師所花心機 那些人工都要 一般的範圍是怎樣 你很普遍 不一定要說全價錢 平均來的 一般插畫師 譬如說原畫 或者是Postcard 它的範圍是怎樣 原畫的話 我們上網看過 其實都是 千多元 但幾大聲 網上 或者外國的插畫師 是會賣到千零元 一張大概A4那種 尺寸 A5 Postcard 對 Postcard四乘六寸 或者五乘七寸 都是千多元 千多元 千多元 但其實在香港 真的 沒有什麼可能 沒有什麼可能會買得出來 我自己覺得在這個時刻 在香港我跟你說 買一張畫要千多元 但不是特別出名 那千多元 你會不會買 然後他們可能會覺得 這幅畫是幾十元 你印出來就沒有分別 所以到價錢的時候 我們最後就 變成了一個帽子 你們可以賣原稿 做出來的Postcard 可能帽子要大量 可以有多幾張 這樣就變成了 違反成本 原畫當然 至少大家知道千多元 如果變成一些 至少有幾個Copy 的Postcard 是否就可以賣到幾十元 如果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現在買回 十幾二十元 那價錢 就容易賣出去 是 才可以賣出去 才可以 才可以賣出去 還有我們始終都是自己 印當然不是自己印 拿出去印 但是很少一個規模 一開始 雖然選擇 比起真正打印的行業 其實大家都可能知道 你印一件東西 全部上千千聲 我們就十幾十幾 因為我們剛才都在說 所以都是試 所以那些成本是大到 可能我跟你說 賣十幾萬一張 成本都可能已經佔了一半 或者幾成 真的不奇怪 不要說 價錢為何要這麼高 其實因為我們不是大量做 有很多東西我們是自己做的 釘裝、包裝、剪裁 就是希望節省 即是完全人工 手藝錢、心機錢 簡單來說 其實這樣說 計算一計算 有沒有試過一段時間 是最低工資都不夠呢 其實經常 都不會計算 我們一開始有計算到 我記得 因為你會計算 我知道你會計算 是他計算的 我計算的 因為最低工資怎麼計算 很容易的 他畫一幅畫要多久 是不是 畫一幅畫 不是真的坐著畫 人都要休息 人都要休息 想的時間 有時候我會想這幅畫完 還沒有 然後 因為你真的要畫手繪 那個時間 因為我接觸 那時候 那時候 原來要購試 購試完之後 要起稿 然後再修改 調整 所有東西 其實你加上 那個中數 你想作品好的話 是真的非常之長 你除了 真的不夠最低工資 還有你不知道 賣不買得出 我們之後 要再印做 可能不同的產品 你不知道產品 受不受歡迎 所以我都是試 你想回 我現在都 眼淚在心裡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畫 每一幅畫 其實每一個 畫家等等 他有一些東西 是會有滿足 或者你悔到他出來 又跟最低工資 完全沒有關係 否則他也不會這麼認真 去做這個工作 其實眼淚在心裡 那是我 因為計算是我 其實我畫得很開心 很明顯 因為他自己很享受 如果那個畫家自己不享受 我想其他看到的人 未必感受到那種 因為他的風格 是比較舒服 可能就要偏向他 有些激動的心情不好 某程度上 畫都是反映著 某些人的心態 你知道心理學上 也會做這些事情 變成一個畫師 他自己的心情 也要比較平衡 你需要找一個 CEO負責管 這些那麼 淹門的事情 對電線來說 是淹門 或者畫家來說是淹門的事情 是比較難處理的 一些資訊 就是可能 你一盤數 拋過來 我知道那件事 但是 太煩了 不管了 你畫了 應該這樣才正常 但是為什麼我會 抓Adam上來 其實就是一個 某程度上 我會覺得 如果你是一個 畫家 或者你自己 很厲害 你會做很多 不關你事的事情 譬如有計成本 應該要想一下 應該要怎麼做 補儀 那些是不關你事的 如果你有一個身邊 有這麼好的男朋友 那變了 可能會幫到你好一點 其實你是不是做了這個角色呢 Adam 清不清職 沒錯 有時候 你在想一件事 你報不報那個事集好 你 我印些東西 印多少好 然後我自己是非常混亂的 那時候就問他的意見 那他就會 等我的腦子的CPU 可以下降 因為有時候想到 怎麼辦 哎呀想不到事情 然後就問他怎麼辦 對呀 是疲勞的 你做太多不關事的事 其實你會影響到你的質素 因為你這間公司 只有你的質素 可以變成一個最佳保證 那如果影響了 你其實真的賣不好了 對嗎 那你這個 又是你的 不是叫專長的 因為你之前的工作 令到你學會這些 有經驗 而且不是在買自己的東西 應該好些 我當作是自己的 不是你畫出來 不是你自己畫出來 因為你自己是兒子 感覺不同 你幫他也是自己的東西 但會清晰些 會比較客觀些 是呀 當局者 有主張的事實上表現 我要再改再改 其實是有時候太好要求 對於一個生意立場來說 是很痛苦的事情 可能我之前聽你講 有些東西會不會 嘗試賣 將它變成另一種東西 可以賣呢 這樣就不行 這個可能未必是 是我最想要的想法 或者效果可能不好 你覺得是 我想說 為何會帶他們兩個上來 其實是挺有趣的 兩邊的部分 雖然說是拉鞠 但幸運的關係很好 就是林女朋友之餘 我覺得反而是應該互相配合 如果你想走前一點 譬如說 假設我是完全沒有Adam的支持 你是自己是不停的 苦幹的話 買事實畫好 還是收錢好 還是問你介紹好 還是什麼好 同時你自己做完 可能會瘋了 可能會瘋不了 腦子瘋不了 那麼多 你不是厲害 但Adam是一個客觀的看 我知道你有嘗試 幫他畫畫 變成多類型的產品 嘗試有提升銷量 因為一開始 我們剛才都說 我們是Postcard 經過漫長的年紀 漫長 兩年而已 在藝術和插畫師的感覺上 因為剛才說過 比較難經營下去 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是多多奧奧的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只得了Postcard 大家可能看到前面其中幾款 之後由Postcard 就會變成 不如說 因為我覺得香港 或者說 真的有個系列 好像好些 現在在一個 表演來說 或者是給別人的感覺來說 如果你有一個主打的系列 比較好 那時候我們就 創立了第一個系列 就是 豬仔紅仔系列 應該就是 前面三張都是 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回我們Facebook 對 要的 那為什麼 因為我們便跟阿欧去 喜歡畫刮 武器 然後 Lanlan 然後から 從這系列 令到更多 的Postcard 支出更豐富了 從來 adv progression 之後結束了,我們覺得數量可以了 又可能會見到阿奧那時覺得 我們不如做一些開業的生日卡 即是你開始? 因為我經常覺得辛苦,但他叫的 為何這麼想做心意卡呢? 就是因為本身自己個人都很喜歡寫卡 小時候讀書的時候 哪個生日、聖誕節 總會手繪一些卡送給他們 這是我心意卡,我自己很想做的事 但其實香港不是很多人喜歡寫卡 很久沒見,很多時候有電郵、e-card 又有環保,所以小時候 現在大家已經是 電郵都懶了 一開始當時,Postcard 其實大家有多久沒有寄過Postcard 還要在香港買的再寄出去 所以當時我就會想 不如給其他東西 你真的會大機會一點 還有沒有節日限制 或者地方限制 你都會送給別人 或者是本地都會送給別人 可能會有不同的心意卡 又可能是生日卡 聖誕卡 節日 這個特別 當時我就說 聖誕節不如做兩張聖誕卡 我們當時就做了 豬仔熊仔系列的聖誕卡 還有阿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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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人會買這個聖誕卡 要做什麼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都不知道 原來這裡有一個市場 在裡面 比我們想像中 多很多人去買 而且當時我們做的事情 都是送給別人 我們當時跟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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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做了頸鏈 即是你除了畫之外 你的手藝上可以做到這些手飾、手作 所以當時就是我的建議就是 你做一些是給別人買給自己的 因為我們之前做的事是買來送給別人的 當時就會有另一個轉移點 之後再久一點 然後我們的最大轉移點就是 現在我們有紙膠帶 就真的原來OK 我們將我們傲傲畫的東西 放進紙膠帶 那個歡迎程度 人們一見到 咦?好可愛 我們又見到 然後人們就見到銷情不錯 我們就再發展 其實純粹我個人想知道 紙膠帶我們做甚麼 其實紙膠帶 可能觀眾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順便也想知道 其實紙膠帶是甚麼來的 就是你當作我們普通的膠紙 但它的質地是 黏的那邊是膠 上面其實好像是紙膠紙那種的質地 即是不是很勁黏的 不是很勁黏的 但上面有圖案 多數是用來甚麼呢 可能人們可以裝飾一些卡 包括內頁或者可能是一些 Schedule Book裡面的一些設計 或者是一些分隔線欄之類 還有原來是有很多紙膠帶的 網絡上面叫控 即那個叫做紙膠帶控 或者紙膠帶迷 他們是會儲存的 那時候買完的時候 原來你有幾個 百多卷 其實不止百多卷 原來有些是儲存的 有一群人 那些叫文具熊 他們很喜歡買文具 紙膠帶或者是Traveler Book 即是去旅行的那些書 如果有Instagram那些 你可以找紙膠帶或者手帳 其實你已經看到 那些人是用紙膠帶 還要出神入化貼得很漂亮 我看見他們可能是在哪裏 我見過照片 原來是這麼瘋的 他們是真的很熱衝 所以就希望設計一些紙膠帶 他們都實用的 可以用來裝飾 而且他們應該不介意買一卷 可能買幾卷 可能定期會出新的 他們可能會追 可以這樣說嗎 會的 因為有時都會問 因為我們始終 插畫在寫意卡那裏 是比較多款式的 然後見到某一個設計 或者插畫在寫意卡 就會問你們有沒有紙膠帶 然後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真的只是嘗試這樣 所以我們暫時的款式 還未能做到 全部的款式都做到紙膠帶 因為又是剛才那個問題 訂不是十卷、八卷 一訂 如果你的價錢成本接受到 又是三位數字、四位數字、二位數字 所以我們真的可以嘗試的資源不多 我想青年創業很多時候 一開始的時間裏都在說 如果你想要做市場 可能做多些東西的時間裏 最大件事就可能有一個 開頭的資金 因為如果你不是太多資金的話 可能有很多東西你想做、想嘗試 都有些限制 可能你有客量 有客量之後你才可以去嘗試這件事 但起碼有一個好的方向 當然捱了一段時間 當然開始都應該漸見曙光 因為我知道 譬如今年《七七流行》 這個頒獎典禮裏 我的策劃都是其中一個歌手 演唱的成為一個悲傷 其實會不會開始因為你做了這些東西 人家看到欣賞 你就可以除了你擺市場之外 有些公司可以合作到 又可以做到你想做的事 但因為知名度 或者可能你多人認識了 好,那條路開始有點像樣子 覺得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其實都蠻幸運的 因為我有開一些網店 去賣自己的帖卡 當時有些台灣的客人 就看到 他們問我有沒有興趣合作 都跟他們台灣那邊合作了 一段時間幫他們畫個插畫 這些包裝設計 然後我就在想 可能商業策劃這一邊 就幫到我越趨穩定 對… 逐漸畫一些作品 放在自己的網頁 然後找一些人合作 或者開Facebook 放了一些圖上去 都開始有些機構 會找我合作 可能有些非牟尼機構 可能他想畫一些畫 是做磁線之類的 我都會嘗試跟他們合作 反而回來的Feedback 可能是 咦 誰看見你這幅畫 也有興趣找你合作 你會不會有興趣 有沒有時間 都會嘗試 開始慢慢建立到 有些合作的機會 這是商業策劃要做的事 很明顯是 因為你之前可能是 視乘接觸的人少助 但在這個年代 不可能不放上網 說真的 放上網後 就可以令到多些人了解 這件事 那你是不是有做過一些事 基本上就是 我們那時有想 做某些產品放上網後 我們有在上面 放廣告 看看反應 希望怎樣令到多些人 除了市集之外 認識到我們 因為一開始 我們只是靠市集 我們Facebook page 那時真的不是特別多人 但現在其實都不多 而且廣告不太適落 是的 有很多東西就要試 下完之後 效果不太好 但成本原來下過廣告 大家可能不知道 Facebook不經常叫你下廣告 其實那些是一個個個讚 算的 起碼我們那時下廣告 就是這樣 計算一條數 如果這樣的話 不太化算 效果不太好 然後就要再試 然後放某一些作品上去 或者怎樣放某不同的東西 才可以吸引到人呢 或者是可能 我們平時會在那個市集 我們那時會交多一些卡片 或者提到他們 可能就是 你們不買東西真的不要緊的 但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回我們的Facebook 或者我們的網站 看看我們的作品 你們再有興趣的話 隨時可以看看 或者可以 不同的人介紹給朋友看看 這是有需要的 我想在這個年代裏面 沒有辦法 所有的年輕人創業 似乎跟這個社交媒體 是不能夠割開的 亦都真的 在你自己已經開始做自己的品牌 不同以前幫人畫 人家是因為認識OO 因為OO 而去再找你合作 其實你想要變成你的CV的話 即是Portfolio 那你再走出去 人家就將來找你的時間 一來你可以畫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人家又認識你是誰 還有最期望的 當然可以收入慢慢繼續不錯這樣去 很實在的 我也想問 其實除了你之外 也有不同的策劃師 在香港 是不是真的 你看到現在成功了那些 你是不是那個方向 如果是做到某個這樣就很難 因為他的Income 或者知名度 真的是你最理想 有沒有這樣的目標 或者看一看大家都 因為對策劃行業不太熟 有沒有一些我們可以認知到的人 你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 或者是不需要做到那麼厲害 我需要很高興就行了 有不同的 如果我的想法就是 有一開始可能看到一些 外國的策劃師去畫的話 很吸引到我 那我就很想畫他的風格 亦都很想以畫畫 還有我會想多一些生活上的東西 我想過什麼的生活 而不是可能達到什麼收入 可能只是普通簡單的生活 已經很滿足到我 我才有這個力量去進入這一行 所以你說我最終的目標 可能都是有自己的宿舍經營 整件事都可以進入 已經很足夠了 可能有些人會希望買樓 或者每年去旅行 或者買衣服 那我就用我的花我的錢 去經營自己喜歡的東西 可能大家熟悉的 Truckering 或者龍貓這一類 可能大家在商場 或者很多產品會交換 會了解 其實做這個策劃師 商業化地是可以做到這樣的 但很多時候每一個畫家 他有自己的看法 以及他自己的追求 亦都你的數字出來 就是你是什麼畫 你的畫是比較舒服 比較寧靜一點 當然很實在的 譬如你倆是站位朋友 都打算繼續走下去 可能你的家庭等等 很實在你需要一些錢的安排 那會怎樣 CEO 怎樣計劃這間公司的前路 因為文化家永遠都覺得 我感覺是可以的 首先我真的覺得 如果真的兩個人一起 搞一檔策劃 而可以維持到 在香港整個家庭去維持的話 我不是說沒可能 不過真的非常之困難 是真的 當然我們還是比較新 可能已經有些人維持到 不奇怪 當然一定會有這樣的人 或者這樣的策劃師 但因為我自己覺得 現在香港的情況 市場太小了 所以我們現在仍然是常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我們都是正在試 我的目標當然可以 我和我剛才所說的 有一個宿舍 可以進步到穩定度 有這樣的收入 之後就可以 真的可以正職一樣 這樣維持我們的生計 但如果真的沒辦法的話 就先出來工作 因為如果真的沒可能 但不到最後一步 我想我們也不會放棄 因為青年有這麼好的 還有一個傻經才行 每次都計得這麼足 可能你不會去做得這麼準 剛才你說的開研究室 香港開研究室很困難嗎 大家都知道寸金赤土 其實不是有支援的 即是創意工業或設計任務 我實在問你們這個行業才知道 可能支援是有的 但你的支援會批給誰 就不是你說想申請就可以 就是少了 不是那麼足夠 很困難 就是很多人欠一個位 例如大家之前 比較多人會了解 PMQ 我們要很有創意等等事情 但我都知道是租櫃 但譬如D2或不同的地方 都開始有這樣的 即是CMS可以給予多些 手作仔或獨立的創作人 去擁有自己的地方 不是已經有很多支援 真的那麼困難 我完全不了解市場 我會問這個問題 可能有JCCAC 即是石劫美的藝術村 初風廠的那種 是的 那裡都有八層 裡面都有很多製作 但始終比較多人去申請 其實香港提供的地方 亦都不是很多 即是知道的人 都可能知道有富德樓 一些很好的業主 可能會便宜給一些教藝術的人 但你真是一隻手掃的地方 所以就算政府批准一些地方出來 但最後做出來是怎樣呢 很多時候都支援不了 很多人都 但你們現在怎樣運作呢 其實主要都是在家裡做 就是家庭的作業 所以家裡已經擺滿了那些洞洞 因為又是計算 即是我的位置 你一個租金 加上現在我們在澳湖在家裡滑 然後省略了很多時間和車錢 大家都知道現在 在新界搭一轉出去 即是九龍來回已經二十多元了 其實如果你真的好像上班日日去的話 我們那幾千元的生意 即收入 基本上只是乘車已經沒有了 三分一可能 接著再租賣 那就真的完全是零 或者簡直是吸引不了 所以可能有些工廈 或者是一些 可能是觀塘 火炭 那些 好像有些 兩三千元都有 其實現在不多 真的不多 還有那個環境 就是 你所有的配套 你計算了數 除非我們的收入 可以再增加多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都叫做租不起 其實你很多時候 很多行業都遇到這種情況 例如手座小子 例如蛋糕 他可能做完之後賣 然後就想可能教班 當然有一個地方 但也是另一個來源 有沒有想過 除了賣你的產品 或你的自己的畫 之外 都用教班去增加你的 income 這個沒辦法 可能你未必很喜歡教班 但也是一個宣傳 以來就是 起碼生活上的穩定性 會有 有沒有想過這些 其實都有 希望今年有機會 可以找到一個地方 去租一個宣傳 一定是有一個宣傳 然後才可以教班 之類 有時擺市集 有很多家長走過來 都會問 你們會不會教班 這樣 相信都 如果日後有機會 都一定會做這件事 是 因為市集那時候 我們近大半年 我們 我有負責去買東西 或者去接到客人 如果大家有去過我們 市集見過我們 偶爾有機會在畫一些 即場冊畫的 他在畫的時候 就吸引了很多小朋友 看 然後真的有不少 有不少家長就會問 其實姐姐有沒有 架劃畫的 因為很有趣 風格 我們只可以跟他說 暫時我們都未找到地方 我們現在下半年 就在計劃中了 因為 希望下半年有機會 就會有一個宣傳 可以做出來 再下一步 看看 因為 剛才也說了 那個地區問題 如果我們去一些公廈 那些才有 即大家那些 所謂的三四千元 三千元的價錢 如果不是去一些 因為你始終要帶小朋友去 如果你 太公廈的地方 其實你 可能不是這樣好 客園其實是困難的 但不一定的公廈 例如你只租一個房間也可以 租一個場地 不可以嗎 那些就不是三四千元 或者兩三千元的價錢 可能租場的成本又高過 你可能去教的那些 是啊 可能那一班 不是有幾個人 或者是不公廈的 又已經蓋不到 以前很流行 有些是幾個藝人 放在一起租一個地方 現在還有沒有嗎 有沒有這樣的partnership 也有的 也有的 但為什麼你不同其他人 有什麼好處 可能 始終 自己的 東東都比較多 OK 所以 其實 很需要看人 夾人 還有要看你自己做的創作 是哪一類 那 都希望可以遇到 合夾的partner 但有時候需要一些緣分和時間 不可以太急 所有事情都 我自己覺得 要慢慢來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 始終藝術人 他們的想法 當然是晚工出細負 作為這個管掃的嗜好 對這個想法 和這個時間 schedule 是不是都OK的 對 因為其實 剛才也說過 急 真的急不來 因為我們剛才都說 我們計好 究竟 剛才你問我們 會不會想開班 整私 skill 那些 我們一直都想 但真的 可能我們上年 默默然做了 但其實我們收入不穩定 這樣真的不行 那些可能會令我們 本來已經辛苦了 整年的事情 一下 就已經會 即是還滅 可能會反而去 反而我們現在 慢慢慢慢上 不同的項目 或者可能有其他的收入 多回來 穩定 才去想 真的不可以操之過急 否則 那些事情真的會浪費了 或者被自己的心理壓力太大 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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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以的 有些前輩說 矮子上樓梯 逐樣逐樣 逐級逐級上 其實都穩陣的 打穩陣腳 好像有一些 這麼大的電台 找你幫忙 好像多人認識 我相信有機會慢慢做好 可能有些朋友 看這個節目的時候 都會覺得 其實我也很有才能 我也很想做茶話師 或者相關的 憑個人才能做的 一些藝術的工作 有沒有什麼推薦 給他們 因為你經過某些事情 我們可以讓他們 想一下 究竟有什麼要留意 有什麼留意 可能你要自己 有一個信念 你記住你自己 是為什麼 而想這樣做 你想 帶給這個世界 什麼 然後 就follow 那份熱情去做 但是你自己 都要很了解自己的 生活模式 你要怎樣 跳出來 因為很多時候 如果你想從事藝術 那些朋友 其實他 不太懂得計算 你就要更加了解自己 你可以放棄些什麼 你需要堅持些什麼 你需要堅持些什麼 每次都是一個年期 例如我給自己 兩三年試 沒錯 還有你一定要很留意外面 對你的feedback 就是世界就是你的快鏡 你更加可以去看 其實你正是剛剛走這條路 我記得我第一份工作的時候 然後 那個老闆叫我 不如你轉行 跟我說 為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我無法達到他的要求 可能我做的事 已經 一做了 已經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 那時候你剛出來做事 你不發覺自己有這件事 然後你繼續做下去 發現你沒有做出來的事 自己根本就 就算客人滿意了 你自己不會滿意自己 所以你要找一個你自己最滿意自己的狀態 你做出來的事 你自己喜歡 滿意自己的那件事 那個是指南針來的 嗯 然後可能 慢慢你就 照著這個信念 你會找到人幫助你 去支持你 那你就可以走下去了 因為要很堅持 某程度上 你真的要很有自己獨特風格 反而你才可以有條出路 如果太差不多那些 那就不用買你了 那CEO 作為幫一個策劃師營運的 如果有其他朋友 有什麼推薦給你 其實真的要給自己一個期限 什麼叫期限呢 那個期限其實不是說不可以變的 就是可能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都說給自己 可能兩年大概 大概 就是為什麼 就是如果你兩年 你都是停了 你自己會感覺到 那你都是停了在那個階段 那你就要定時 真的要看回 其實我這樣做還好嗎 適不適合自己呢 但是我們的情況 就是我們一直都有檢討的 就是說可能這半年和那半年 咦 不同了 就是我們是有進步的 就說可能我們 我經常都跟我說 其實你想起我們 不要說明年今天 我們去年的今天 我們面對的事情和我們現在面對的事情 咦 不同了 我們就會發覺 咦原來我們自己真的有進步的 那我們就可能把我們的期限再設長一點 直到我們到我們有些時間去檢討的時候 咦 如果可能沒有進步 或者是有些停滯 我們需要不需要去改呢 或者去做其他方法 那如果真的不行 那時候才可能要想 我們會不會應該真的會暫停 或者再想想之類 因為如果你沒有一個期限給自己的話 你會沒有目標的 因為你說我一定會做到某一件事 但你沒有期限的話 你可能攤開十年去做 那未必會做得好 所以這件事情是可能有些分享 那大家要留意了 如果你想 從事這一類型的行業的朋友 就收到他們的意見了 那希望你好好計劃一下 做好你自己的本份 你自己的一個很好的設計部分 那另外當然有partner更加好 如果不是都要學習這些東西 那你那個品牌 你想做事才能真真正正實現到 那麻煩兩位 跟大家說了一些關於策劃部分的事情 那下集我們這個聚員堂 還有其他朋友跟大家說創意的事情 下集再見 拜拜